前世 上菜喽 小心烫哦 好笑 开动了 好好吃 好好吃 老名前世一定是皇帝的一品玉竹 对啊 真会说话 你们有所不知 前世今生是相反的 你老妈今生厨艺好 上辈子一定不会煮饭 那宝贝 你今天吃素 是前世做很多坏事的哦 儿子啊 你们有所不知 小时候奶奶带我去算命 说我前世是英勇善战的边关大将军 为了保护疆土冲锋陷阵杀敌如麻 今生要多吃素消灾 才能延寿和你们多演相依偎的时光啊 一个男子汉的豆沙 忍受眼前大鱼大肉的诱惑 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和痛苦啊 哎呦 少来了 你最近根本在减肥吧 如果前世和今生是相反的 那宁古前世一定是很乖又安静的孩子啊 那哥哥前世一定很不宅 对弟弟超慈爱啊 那端端前世一定是狗家爱迪生 超聪明 才不是嘞 端端前世一定有剪辟 你是说法哦 那你们说把臂前世像什么 像一根超干扁的脱水萝卜干 脱水萝卜干的香饭 哎 臭小子 你们在嘲笑我现在身材像打冬瓜吗 趁走啊这两小子 打冬瓜 喂 你昨天明明告诉我是考第四大远 还有 我是说第十大远 你都没在听 哦 完了 哈 宝贝 你不是吃树香业的吗 不是啊 你怎么在偷吃肉 古人说啊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以前的事就不用再纪念了 我们今生呢 应该要快快乐乐 为来世做准备才对 今生我把它吃得胖嘟嘟的 我来世就可以当一个瘦瘦高高的篮球员 运球冲破防线 左闪右闪 一箭步起跳灌篮 傻得分 耶 爸 咪 你说得对耶 我完全赞同哦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纪念了 你看 哇嘞 破天荒 你数学考零分啊 你不是说要快乐 为来世做准备啊 你想想 我今生疯狂地大玩特玩 不要管功课了 来世我的功课一定会超级棒 给你光中药主 你说好不好啊 好你个头 快给我滚进房间去看书 好啦 那你还偷吃肉丹 你还管起你老子 大冬瓜 大冬瓜 来世还是大冬瓜 救命啊 我来世不要当大冬瓜 我来过来 我来给你个学生 你尿意大利 谢谢你 Benim